为了因应110年春节连续假期 大量旅客返乡出游的需求 台铁是公布了春节期间 全线列车将加开263列次 并且加挂车厢838辆次 而这一次的春节订票期间 将在7号临时开始 开放东部干线一般对号列车的订票 8号则是开放西部干线 一般对号列车的订票 今年的春节假期 自2月10日起 自2月16日 台铁局为了因应110年的春节连续假期 输运需求 将自2月8日至17日起 一连10天 全线加开各级列车总计263列次 加挂车厢838辆次 本次输运期间 2月9日10日以及15、16日 将加开8班的东部干线 实名制自强号列车 同时也于廉价的离峰时段 加开了树林到台东的红颜列车供养班 并提供7则的优惠 而本次春节输运订票的时间 将定在1月7日的零时起 而8日的零时起 则是开放西部干线 一般对号列车的订票 此外本次共会加开 8班的东部干线 实名制自强号列车 并于9日零时起 自乘车日前3日 优先开放给身份证字号 U或V开头 以及109年12月1日前 涉及在花莲 以及台东县的县住人口 及直系写清一等轻的民众购买 另外为了加强输运旅客 至2月8日至17日为止 台铁将暂停发售 清止车厢的车票 改以一般车厢的方式进行售票 相关的订票规定以及资讯 平中还可上台铁局的网站 进行查询 记得成绩的影台东综合报导